联播几集净绿绿发糖喂狗粮!这部TVB剧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迷的心! 大家好,我是汤粉滴答,更多新鲜娱乐资讯可关注小编哦! 本文为原创首发,转载请联系,可转发着朋友圈哦! TVB剧爱回家之开心宿地小编本以为并没有什么网友收看,但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自己正在追这部TVB剧,这部TVB剧每集仅仅只有短短的20分多分钟,却让许多网友紧追不舍, 该剧虽然暂定300集,但肯定不止这个集数。 而最近联播的几集中,剧中的几对情侣与绿大糖喂狗粮,可以说是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迷的心了。 该剧主演是刘丹、吕慧仪、汤盈盈以及善吕文、彭丽明等演员,前段时间播出的KC、欧瑞韦氏和Helen、姚盈盈氏, 这一对相爱却有多重磨难的情侣,可是虐到了不少观众,Helen可以为了KC放弃一百里,可KC却因为撞到头导致失去对于Helen的记忆,知己的她是人事部的主管。 而秦伯斯、马贯东氏和林美香、谢志伦氏,因为大小姐导致更进一步了,至于金城安、周家洛氏和谭玉英、林凯恩氏, 这一对,也因为谭玉英的大胆承认导致两人再度复合。 大小姐、宋水辉! 连播几集净绿绿发糖喂狗粮! 这部TBB剧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米的心。 重回学生时代! 连播几集净绿绿发糖喂狗粮! 这部TVB剧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米的心。 大小姐的暴脾气! 而备受网友喜欢的大小姐,林书密室,因为和宋水辉,许佳杰氏,地位悬殊而无法走在一起,最近播出的极数中可以说非常发糖了。 两人重回学生时代,假装学生,大小姐的暴脾气更是闹出不少笑话。 至于雄上善,滕丽明氏,和朝伟,原文杰氏,这一对,在即将播出的剧情中,可以是非常悲催了。 连播几集净绿绿发糖喂狗粮! 这部TVB剧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米的心。 连播几集净绿绿! 连播几集净绿发糖喂狗粮! 这部TVB剧成功俘虏了所有港剧米的心。 爱回家之开心宿地! 对于以上几对情侣,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一对呢? 还是说喜欢熊弱水和宫叶这对宫水CP呢? 小编是战大小姐和宋水辉这一对的。 对于这部剧,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,都可以在评论下方和我们一起聊聊哦。 更多新鲜娱乐资讯,敬请关注小编汤粉滴答。 本文由小编原创首发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